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狼牙榜》之后 胡歌早已拍完很多作品 只是还没有确定上架时间 戏算下来 胡歌已经压了五部主演戏没有上当 压了这么多戏确实是比较罕见 而且不仅戏没有播出 就连胡歌个人生活都相当低调 微博上除了工作照和宣传新剧 几乎看不到个人动态 前段时间被拍到开迷你电车还被调侃了一番 胡歌变得这么低调 被压作品其实也并非是他所愿 据爆料 胡歌近年作品变少 是因为先前被要求拍烂戏捧新人 所以胡歌拒绝了好多部 结果是得罪许多业内人士 不过还好他不缺钱 财务自由 针对此传闻 胡歌尚未回应 据悉 目前胡歌共有三部电影 两部电视剧已经拍完了 但迟迟等不到播出时间 分别是以女网球运动员李娜为故事的电影《独自上场》 以及2021年拍完的犯罪类型电影《寻路》 最新则是2022年和吴磊合作的《不需此行》 电视剧部分则是有县伟大院《繁花》 其实有关胡歌的新戏不少 当时《繁花》县伟大院的预告片公开 网友这才反映过来 胡歌还有好多库存 而这些作品风格也是涵盖了犯罪 都市 以及扶贫主旋律等等 这么多作品将要见面 确实很让人期待 但这其中也有早就拍完了的作品迟迟没有消息 比如《独自上场》 这部由陈可欣导演的 讲述运动员李娜的电影 早在2019年就已经杀青 但是现在这部戏什么时候上映 彻底没了动静 某伴甚至搜不到这部电影的信息了 不过在网传2023年 大陆在台湾省上映电影抽签名单中 出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 值得注意的是 该片的申请公司 已经有欢喜传媒有限公司 变更为香港商甲上娱乐有限公司 台湾分公司 不知道明年独自上场 会不会在大陆率先与观众见面 至于电影《寻路》 《不需此行》 电视剧《繁花》这些作品 仍然没有准确的上当日期 虽说已经全部杀青 《繁花》的预告片也已经公开 但是想要在今年看到这些作品 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电影《寻路》 官微没有动态 《不需此行》前不久才杀青 而王家卫导演的《繁花》 则出现在了浙江卫视2023年片单阵容 已经确定将在明年上映 当然胡歌也有原定好播出 结果跳票的作品《县尾大院》 这部戏曾在河北电视台片单中出现过 当时安排的首播时间是11月2日 但是这部电视剧并没有如期播出 在这之后 《县尾大院》具体的播出时间就没了下文 但后续随着鹅场的消息公开 《县尾大院》这部戏 已经入选2023年鹅场片单 也就是说 《县尾大院》将与《繁花》一起 在2023年播出 根据查询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得知 这部戏在上个月16号才拿到许可证 如此看来 或许《县尾大院》会是胡歌 这五部戏中最先上映的 目前胡歌有这么多作品即将上映 不存在什么得罪资本的说法 影视寒冬 胡歌这些年不焦不燥 选择有质量的剧本拍摄 是非常合理的事 所以大家期待就好了 没必要听信营销号瞎传 接下来说 胡歌 吴越 张星成 县尾大院 阵容强大的扶贫剧值得一看 大家好 今天带给大家的 是在十二月带播剧当中的当代都市扶贫剧 县尾大院 县尾大院是由郑武阳光出品 孔生之导 王小腔编剧 胡歌 吴越 张星成领先主演 黄磊 李光杰 刘涛 包贝尔特别出演 王潇 任成伟 游志勇 宁文童 房子冰主演的当代都市剧 该剧作为党的二十大县礼剧 讲述了县委书记梅小哥 与同僚团结民众 共建光明线的故事 展现了基层干部风貌 2022年10月9日 县委大院入选 2022年度电视剧 引导扶持专项资金项目 扶持项目 这部剧作为一部县里的扶贫剧 充分地展现了当代干部 为了百姓们脱贫致富的 努力和决心 主要就是看具体的剧情 和设定如何了 接下来就来一起看看 这部剧的剧情简介吧 本剧主要讲述了县委书记梅小哥 带领艾先知等同事们 团结民众 解决发展过程中 遇到的各类难题 共同建设光明线 为人民谋发展求幸福的故事 十九大前夕 梅小哥总马上任光明线县长 与县委书记吕青山 副书记艾先知等成为同事 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 是急需修复与发展的光明线 林林总总的难题和麻烦接踵而至 林小哥情商高 亲和力佳 逐渐和同事们打成一片 平衡施政过程里的矛盾 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 到任后马不停蹄地走遍了光明线上百个村子 当选县委书记后 梅小哥致力于推动深化改革干部作风 坚持绿色发展观念 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保障民生 对县城教育进行优化 在县尾班子的努力之下 终于实现了光明线脱贫致富健康发展的制限理想 年轻干部也在实践锻炼中不断成长 做好传承 推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无形翻离 干群关系焕然一新 优秀的原创剧本 作为扶贫剧的标杆 剧本是很重要的 不过这部剧既然是正午阳光出品 那就肯定不会差 一看编剧确实很厉害 所以说正午阳光剧本就是有保证的 优秀的选角和人物性格塑造 这部剧的选角阵容也可谓是十分的强大 胡歌、吴月、张星成 各个都是有实力的演技派 对于胡歌来说 这是他许久没有出演电视剧之后的第一剧 可以说对于喜欢胡歌的粉丝来说 真的是一开机都很期待 等待着开播 简直是狂喜啊 张星成的演技同样很棒 也是有很多代表作的 可以说是非常的棒 浮画道和场景布置 对于这部剧的服装来说 在县城农村里面的服装都是很贴切的 而且是在县城的实地拍摄 这点还是很不错的 拍摄地点为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 总的来说 这部剧是非常符合标准的农村服贫剧 而且演员阵容强大 制作团队也是非常的有名 品质是有保证的 而且正午阳光之前就出过一次农村服贫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那就是马向阳下乡记 拍摄地在山东也是非常的好看 都推荐大家去看哦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